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数以中国人来说 没有微信的iPhone甚至算不上一部手机 如今苹果因为禁令而下架微信 它的中国业务将受到重创 那么iPhone手机还是微信 二选一对苹果影响有多大 对于苹果接下来的在华发展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认为 如果苹果移出全球APP store上的微信 那么苹果硬件成品在中国市场的出售量将显著衰退 iPhone年出货量将因此而下降25%到30% 其他硬件装置包括AirPods iPad Apple Watch与Mac年出货量 则下降15%到25% 苹果仅仅移除美国APP store上的微信 估计阿富出货量将因此而下降3%到6%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国内iPhone一旦无法使用微信 小伙伴你们会如何选择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